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嗎 在台中是有一名四十多歲的要頭 承租派出所附近的房子 來作為販毒據點 不過還是被警方給掌握 持搜索票前往逮人 但嫌犯拒不開門 警方最後是破門強行攻堅 祖先還有另外兩名要頭 全都被壓制逮捕 警方破門強行攻堅 指導毒窟 面對大批圓警 屋內包括四十多歲的廖姓祖賢 還有其他兩名要頭下的四處逃窜 不過警方部下天羅地網 一個都跑不掉 警方調查廖姓祖賢 深染毒癮二席 認為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竟然承租台中市 某派出所附近 作為販毒據點 殊不知因為出入販子複雜 早就被警方盯上搜證 見實際成熟 報警檢察官指揮偵辦 收網歹人 現場總共逮捕三名要頭 另外還起出了海洛因 安非他命 以及數百包毒咖啡包 吸食器分裝袋等髒證物 全案依法移送偵辦 謝謝門家民台中報道 謝謝門家民台中報道 谢谢大家